C.R.V. 其實在八月份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它只掛出了一百多台 主要也是因為改款的關係 可是大家一定很好奇說 C.R.V. 跟庫嘎之爭 在九月份本來大家以為說 國產休旅哥要換人做做看了 沒想到它衝出這麼大的量 我們來看看接下來 庫嘎跟C.R.V. 這兩大電話 要怎麼樣發展下去呢 很多媒體針對九月 Honda CR.V. 的銷售數量 下了一個大標叫做什麼 Honda CR.V. 重回國產休旅一哥寶座 我說錯 胡說八道 亂講一通 因為一直以來有新的 Honda CR.V. 從來沒有走下 國產休旅一哥寶座 因為為什麼 我們回歸一下 給大家前情提要 在Honda CR.V. 還沒有小改款之前 大概它的銷售數量大概在九百台 一千台每個月一千台上下波動 那麼庫嘎要上市的時候 之前就是Honda CR.V. 賣九百一千台 這個時間點 那麼庫嘎累積了怎樣 非常多的訂單 累積了非常多的預售 所以他認為CR.V. 是他的一個對手 而且他有機會怎樣 拉下CR.V. 拿下國產休旅一哥寶座 所以Honda CR.V. 也知道 庫嘎的打算是這個樣子 這個我之前在節目中都講過的 所以Honda CR.V. 就嚇了一招 挖了洞給庫嘎跳 怎麼跳法 他八月的時候 基本上他 我們剛剛怪儀也講到 八月份Honda CR.V. 只有賣了一百多台 因為他在七月份就已經把他小改款 錢的車全部銷售一空 剩下八月份不是八月賣的 是這個車主七月訂車 貸款八月核准的 爸爸媽媽說要八月幾號 看農民利在交車的 這種車在八月份掛牌 所以只有擺來台的一個數量 因為他知道什麼 他知道他的Honda CR.V. 在小改款 跟舊款中間交接的時候 一定會被福特庫嘎超越掛牌數字 而且會被福特庫嘎拿來大做文章 說我福特庫嘎成為國產修理一哥 所以他挖了一個洞給庫嘎 怎麼洞 就是八月份一百台而已 你庫嘎不會穿五台 不可能 拍拍手 對 不可能跟一百台來拍 你說我一千五一千台 贏得不光榮沒有面子你知道嗎 所以做不了什麼文章 這個月九月份的銷售數字 一口氣你看一下 Honda CR.V. 暴增到一千七百五十三台 直接怎樣打臉庫嘎的一千四百四十四台 因為我再給大家前情提要一下 我那個時候就講 我說唯一有機會 庫嘎拿下國產修理一哥的 就在八月份 結果沒想到CR.V. 挖了一百台的洞 給你跳 你也不好意思 真的真的 那麼九月份就是完整的一個什麼 決戰點 因為九月份所有的車子都是什麼 小改款的CR.V 九月份是一個完整的決戰點 Honda當然不能輸在這一刻 你想想看八月份沒有賣車 工廠在幹嘛 咚咚咚咚咚咚 坐車啊 八月份生產的全部都是小改款的新車 所以他有辦法在九月份 一口氣的爆漾到一千七百五十三台 當然這個一千七百五十三台 你可以說是蜜月期 你可以說是Honda的銷售策略所導致 當然你回歸今年的前半年 去年一千七百五十台 不是一個CR.V. 正確該有的平均數量 對 不是一個正確該有的平均數量 我們來細看一下 VTI這個入門車型只賣了兩百四十五輛 大部分人還是買這個中階的VTIS 九百六十三輛 頂規的也賣了五百四十五輛 所以本來啊 Honda小改款CRV回歸了入門車型 寄望在這個地方啊 能夠衝出來 他原本九百一千輛的一個這個數字 結果這裡沒有衝出來 冠儀你有沒有發覺 沒有發覺 因為你進去展示中心買VTIS 冠儀有沒有折扣啊 有啊有啊有啊 謝大哥你要買車 我一定跟你折扣 算下來好像跟VTI沒有差很多 但是因為消費者是先看這個 談的折扣 發覺車價跟VTI沒有差很多 沒有人去問VTI可以折多少錢 所以接下來要看什麼 看Honda在銷售端 怎麼操作這個VTI的入門車型 如果VTI的入門車型 沒有再往上拉的話 這個數字我覺得會掉下來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啊 KUGA這一次學乖了 我都沒有用品牌來去講這兩件事 我用車型啊 因為講品牌那個有牽扯到人的因素 我們來看一下KUGA 你看一下 從KUGA賣了一千四百四十輛 其實比他上個月要差了 上面好 我記得好像一千五百輛的數字對不對 你來看一下它的組成 180時尚型很少人買啦 250的AWD旗艦型只賣了六台 大家都買什麼 ST Line ST Line 這個在上市之前啊 我就到了六合 福特六合中立的廠區 看了它的兩款 250旗艦型跟ST Line 我就說啊 大家都要買ST Line啦 這個車多出來的 多出來的 事實上這幾個月的銷售 你可以看到 完全的訂單都在 180的旗艦型 跟250的ST Line 而且我曾經有預告說 未來有可能會出現 EcoBoost 180的ST Line 肯定會 我也預告了 所以基本上呢 福特也是一個很聰明的角色 KUGA最近怎樣你知道 你看它銷量 其實這個是有一點點下滑 對不對 可是都賣水準 到底是民俗月 還是因為產能 最近福特傳出的一個消息 它的工廠要稅修 停工 稅修幹嘛 講了優化產能 優化產能 其實如果我們剛看 前面這一些品牌的車型有沒有 有幾個品牌可以達到 這個休旅車 也賣到前幾名 轎車也賣到前幾名 有 Toyota RAV4賣得很棒 對不對 Artis賣得很棒 如果說你以Honda的CRV 它的兩張神主牌 Honda兩張神主牌 一個CRV 一個HRV HRV現在數字 咚掉下來了 更何況它還有一個1.8RS的 小改款的新車型 2021年的新車型 結果沒有賣上來 結果沒有賣上來 所以它只剩下一張牌在打 Nissan賣得很好 也只有Kicks一張牌在打 當然現在昨天剛剛發表的 New Sentra All New Sentra 可能會成為像這個 Toyota一樣 休旅車賣得好的Kicks 房車 房車賣得好的Sentra 其實它的銷售已經創下了 14年以來的歷史新高了 為什麼 休旅車破千台成為前三名 房車的部分在Focus 不論是五門還是四門 也是破千台 它是雙車 總都可以維持破千台 所以以這個品牌來說 目前聲勢是相當的旺 當然啊 Honda 還有什麼車在賣 現在真的幾乎沒有 FIT啦 沒有幾台啊 City沒有幾台啊 What啊 HRV又下來了 只剩下這個 而且呢 這個啊 Honda自己也很清楚 叫做什麼 虛胖 虛胖 十月份我們再看看 十月份可能很難論定 因為福特工廠又稅修 所以它賣不好 如果它下個月掛牌 數量不夠的時候 正常的嘛 我工廠休息嘛 就如同八月份的時候 Honda CRV因為沒有車 所以掛了一百台 很正常嘛 誰贏誰 大家都不要講話 所以大家這兩台車幹嘛 還在爭什麼 還在爭國產休旅一哥 雖然我說CRV不曾走下來過 但是它很有可能要面臨走下來的時間點 對 我們剛才看到了 其實福特的主力戰將 除了KUGA之外 另外一支的神主牌 那就是FOCUS 而且現在在台灣呢 你可以買到FOCUS 目前就有十款車 我們如果撇除掉進口的FOCUS的ST 還有ST Wagon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呢 國產的FOCUS這八款車呢 到底銷售的狀況怎麼樣呢 行男 對 其實我們剛聽到艾達聊了 這個KUGA的車型的銷售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FOCUS 那其實嚴格來說 它從去年的Q1出來以後 我覺得它就是 基本上原廠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福特它這個車 它先給它的一個 想要顛覆它過去可能是五滴先輩 然後它先以這個四門 讓我們媒體試駕 然後在廣告上的一個行銷 所以看得出來它有心要讓四門的FOCUS 有一個比較好的銷售狀況 那經過一年多接近兩年的銷售 其實也從九月數據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還是五門的銷售最好 那而且它跟剛剛講的KUGA 其實有點類似 都是頂規的 最運動型的 這是四門的 這是五門的 都是最好的 那重點是說 這個車我覺得它很微妙 就是除了原廠出來的時候 已經先給這台車一個定位方向 很準確的方向之外 就是它要走比較運動的 跟剛剛的KUGA一樣 它是百萬類運動的休旅 這在同級放眼區看 其實對手不多 雖然我們剛剛講的它跟CRU 但兩台車的訴求是不大一樣 然後再來我們的印象 我們節目也聊過 它幾乎每一季都在小改款 它一直在聽消費者的聲音 當然部分也是他們原本的 編成的計畫的一些追加 從我們最初的扭力良之亂 到了多年感 然後一直到去年 有這個中階的強化 入門的強化就是我們講的 美夢成真 佛心時尚 四門我們 它都一直聽消費者的聲音 你預算不夠 它給你中階 你想要Copilot360 它也下放 那一直到最近我們上個月才記得 這20.75年是 又全部的編程又做了調整 然後也把四門的ST line也出來了 然後也有Lowmo 甚至可能進口車型我們也講過 ST不僅有先輩也有Wagon 所以它是非常完整的一個產品線 讓Focus其實到九月來看 它的數字還有1222 1200多台 剛剛庫卡是1400多台 那這兩台車就像剛剛愛戴有聊到 讓這個國產車廠其實在 這個月的總不分豪華進口的車廠 他們拿到了第三 Toyota 賓士賽就是他們 其實剛才愛戴也有聊到 那福特其實在今年Q1到Q3 它整個的成長幅度有30多%的幅度 那可以說是他們近14年來 最大的一個成長的這個成績 那剛剛也聊到說 他們要做這個稅修的計畫 因為其實你會看到 他們中立的產線 有兩台這麼夯的車要做 包含Focus以及Kuga 他們要做稅修 讓這個產能更智慧化 然後包含人力的增加 以及人力的相關的訓練 我相信在接下來的11 12月 甚至明年的第一季 福特的這兩台車的銷售 都還蠻有潛力 直到我們再去觀察